钱超曾经是一位勤劳而又精于算计的个体经营者 几年的奋斗 加之命运和机遇的因缘附会 使得他迅速报复 成为京城文明侠尔的新大亨 然而发财之后 他在自私和邪恶的驱使下 借助金钱的魔力 办下了一件件荒唐淫恶的事情 接下来 请收听由刘大明为您播讲的 中国大案纪实之 紫禁城的流氓大亨钱超案 那是在文革狂飙横扫之后的1968年 17岁的都市少年钱超 像当时几百万失去就业机会的知识青年一样 响应着伟大领袖的号召 来到了广末的内蒙古草原上插队 一扎根就是十年之久 经过炼狱般的生活的钱超 回到北京后 已经步入了大龄青年的行列 在工厂呢 他勤奋简朴 诚实肯干 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不久呢 就有一位端庄秀气的女工张金玉 投入到他的怀抱 小张呢 淳朴 善良 勤俭贤贤 第二年 他就生下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千金 钱超 陶醉于小家庭的温馨之中 他心满意足了 随着改革开放和搞祸经济 一股经商热潮在北京悄然兴起 钱超经过了一番权衡 他毅然做出了挺心留职的决定 在北京一条繁华的大街上 开启了一家食品店 经销批发各类 甘鲜水果和食品 凭着黄金地段的绝对优势 一时之间呢 顾客迎门 生意自然 也是红红火火 再加上啊 钱超通妻子小张 精打细算 苦心经营 数年间 他们当初投入的老本 驴打滚的往上翻 昔日 把一分钱摆成两半花的钱超 一下子就成了腰缠万贯 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了 钱超可不是什么高雅之事 口袋里有了钱 脑袋里那些固有的庸俗邪恶的念头 自然也时不时的冒了出来 争得妻子的默许之后 钱超一大早啊 就急匆匆的奔到了劳务市场 终于选中了一个安徽姑娘 陈玉芳 从此呢 每日在前纪的殿堂里 便出现了一个令其他店主叹为观止的摩登女郎 偷之以逃 抱之以礼呀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心中都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默契 钱超和小陈的暧昧关系 小张凭借着做妻子的敏感 早就略是一二 只是涉于丈夫的淫威 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敢明目张胆的出面干涉 有一次 小张亲眼看到小陈在面包的时候 扫收了他的一个通乡保姆的五角钱 小张立刻历声赤马 小陈呢 却拾口否认 为了这件事 小陈哭哭啼啼的闹到了钱超那里 说这个小张啊 存心陷害他 钱超安慰了小陈姑娘之后 转过脸来 不等妻子小张辩解 就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莫了啊 还扔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 我看你也够辛苦的了 干脆把管账的差事 从今天开始交给小陈 你有空就帮着卖卖货 没空就一心一意的照顾孩子 小张听后啊 如同五雷轰顶 但是女性的软弱和丈夫的淫威 终于使得他让步 他含泪的交出了财政大权账本 自从小陈掌握了钱济店里的财政大权 自然就对这个钱超啊 感激涕零啊 百依百顺 他把钱超视为自己的靠山和恩人 就在小陈接过账本的那天夜里 钱超悄然的摸进了小陈的居室 无需任何对话 小陈无条件的付出了一个姑娘最可贵的贞操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转眼之间呢 这个钱超和小陈如交似漆的生活了一年有余 他渐渐的感到有些厌倦和乏味了 小陈的脸庞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光泽了 笑声呢 也似乎啊 没有以前那样的于耳动听了 钱超的心头常常习过一阵阵的空虚和惆怅 他把以往专注在小陈身上的目光 开始不时的投向殿堂以外的地方 他要猎取和捕获新的目标 小陈发现呢 这个钱超对他日渐疏远 不免忐忑不安 加之他发现自己不慎怀孕了 不留得忧惊忠忠 无奈之际呢 他自然要找钱超商议 钱超一听先是一惊啊 玄机又恢复了平静 他叼着烟 漫不经心的说 这有什么大将小怪的 到医院挂个号 说着呀 从上一口袋掏出了一张 一百元面值的大票子 啪的一下 往小强面前一摔 给 这是磨损费 小陈拿起 这一百元手术费 心里迪悟开了 我必须生下这个孩子 用这条小生命 牢牢的牵住他 于是 小陈姑娘到医院门前转了一圈 便一本正经的回来说 刚才我到医院 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我怀的是一个男孩 他给你生了两个千金 我再给你生个儿子 这样 你不就十全十美了吗 钱超一听 也对呀 这样 他就改变了初衷 就在小陈 等着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 钱超对他的爱 也从一百度迅速 降到了近乎于 结冰的临界度了 正当小张 小陈两个女人 脸上一片 仇云 惨物的时候 钱超 身着 上千元的名牌衣服 皮梁上 夹着一副 进口的水晶石变色镜 一只手上戴着两枚 闪闪发光的 24K金的金介石 吕登一双货真价实的名牌 皮鞋 又一次来到了 哎 劳动市场 如此这般足足拽了好半天 就在钱超准备打道恢复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人声鼎沸 他急忙凑了上去 钻些人群 哎 原来是两位阔哨啊 正在面红耳饰的 争一个打扮入食的娇艳女郎 钱超 以一种轻蔑的 不屑一顾的口吻说 你们两个别争了 他 我请了 你们所说的条件我都有 月薪三百元 外加 我店里的副总经理的官嫌 如果他同意 马上付定金 一千块钱 说着一样 抓了一下 就从口袋里抽出了十张一百元 在锁手上颠了几颠 殷勤的说 姑娘 你看怎么样啊 刚才还在争吵不休的两位男士 望着这个突然杀出来的财神 一时目瞪口呆 自知不是对手啊 只好眼巴巴的 看着钱超 拉走了这个楚楚动人的 妖野的女子 钱超带回了这个姑娘 江平 那天晚饭之后啊 他把小张 小陈 叫到身边 当着江平的面说 如今呢 咱们家呀 是家大业大 我一个人 就算是三头六臂 也忙不过来 只好请江平姑娘帮忙 小陈啊 你就把店里的账 交给江平吧 江平听到他的这番安排 心中一阵得意 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韵 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好老板 感激老板如此信任 望着老板那油光的胖脸 他陷入了美好的遐想之中 小张小陈 听到这般当初 他们也曾被感动过的谎言 不由得一阵恶心 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悲剧 将要在这位涉事不深的江平的身上重演了 遇到了钱超这样一个手头阔绰 又有侠肝义胆的大老板 江平还以为这是苍天有眼 天作之和呀 对钱超自然是百依百顺 平时呢 钱超要他赔酒 他便舍命而言 哪怕是醉倒在他的怀里 也在所不惜 钱超在他的面前呢 阴声荡气 动手动脚 江平呢 则是抱以甜甜一笑 虚荣的姑娘啊 只因为贪欲的满足 便丢弃了一个女性 最珍贵的人格 就在一个春雨沥沥的夜晚 钱超突然就出现在他的床前 把一个黄灿灿的金项链啊 举到他的面前 江平没有拒绝 而是成黄成孔的低下头绪 让冷冰冰的项链 挂到了他温馨白嫩的脖梗之上 于是呢 一批肉体的交易 顺理成章的就开始了 一些都发生的这么自然 那样的心安理得 而在另两个房间独守空房的小张和小陈 此时正是百感交集 辗转反侧 不久啊 钱超呢 同这个江平啊 去福建实施进货 一路上 那是游山逛水 循环作乐 像当年与小陈周游南国的情景一样 可是 回来时间不长 江平呢 就染上了一种怪病 人呢 就日益变得憔悴了起来 昔日 那满脸红润的风采 就像被西本风吹走一样 黯然失色了 江平奇怪的衰老和红颜的褪去 使得他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也使得钱超大失所望 他甚至后悔在他身上花的本钱太大了 但他是一个对女人玩力了 就再也积不起兴趣的男人 面对江平的百般的卖弄 他常常借口生意忙 把他冷落在一旁 江平想去看病 但是北京的大医院 他没去过 他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转来转去 走到了王府井大街 坐成了104路的无轨电车 电车呀 晃荡荡荡的 缓缓的开着 江平就靠在这个座椅上 胡思乱想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迷迷糊糊的 听到这个售票员说 终点站到了 他就随着这个乘客呀 一起下了车 他无意的向东走了走 忽然瞥见前面不远处的 大桥的水泥墙面上 贴着一张祖传秘方包治百病的告示 哎 这张小广告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贴的 已经被风雨吹淋的斑驳陆离了 但是江平看了之后 心中还是一阵暗喜呀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他抄下了具体地址 按着地址 走进了一个拐弯墨角的黑胡同里 一阵犹豫之后 他壮着胆子 敲下了一个低矮的破门 开门的是一个形象猥琐的 穿着白大腕的男人 这位一生模样的男人 开门之后 见到门外站着一个年轻 而又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 顿时两眼生辉 热情的就把江平给迎到了屋里 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 望闻问切之后 他让江平躺到了诊断台上 什么诊断台呀 其实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木板床 听凶音摸泪枪 按摩揉捏 如此这般治疗之后 这个自称包治百病的一观禽兽 再也按捺不住兽性的冲动 野蛮而粗暴的 监污了这位本来就忍辱负重 身心焦脆的姑娘啊 当江平含着泪 把自己求医的遭遇如气如素的 说给了他在北京 唯一的亲人钱超的时候 钱超居然听得是有惊有味啊 非但不惊不怒 而且两只浑浊的小眼睛当中 还突然闪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之光 他让江平把他求医 而遭摧残的经过 按照时间地点人物经过 结果的顺序 写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材料 第二天一早啊 钱超穿上曾经的那件名牌西服 下身穿了一条崭新的警服的裤子 戴上变色眼镜 夹着他的皮包 叫了一辆泥桑出租卧车 大摇大摆 神气十足的 就来到了江平 遭受凌辱的那个偏僻的小胡同 钱超砰的一声 就把门给踹开了 神色威严的出现在那位射狼神医的面前 沉默了片刻 他唰了一下 就拉开了黑皮包 拿出了一大碟材料 啪的一声 往对方面前一甩 用手啊 扶了扶眼镜 气壮如牛的大声吼道 你知道 你的病人中 有个叫江平的人吗 这 你问这个干什么 干什么 你自己明白 我 我什么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利用行医之机 强奸妇女 走 跟我走一趟 说完呢 他那只粗壮肥厚大手 一把就抓住了医生 那瘦骨临巡的手 医生吓得脖子一缩 战战兢兢的 就连连后退 怎么 不想去 还是不敢去 钱超一边说 一边查看 医生的神态 看着他惊慌失措的丑态 马上又说了一句 不敢去 那你就看着办吧 这一句恰到好处的暗示 就是这个医生 镇定了下来 他显然呢 从这句话当中 悟出了 私了的 这个意思呀 赶紧的 从这个桌子上 拿起了一盒三五 满脸堆笑的 向这个钱超 敬上了一只 大哥 你先消消气 有话好商量 好商量啊 就这样 在这一间 阴暗潮湿的小平房里 两个贪财好色 无耻知己的家伙 经过大半天时间的 讨价还价 终于做成了这笔 人世间最肮脏的交易 最后 以三千五百元的价格 撕了了 当钱超把交出的三百五十张 磨损赔偿费 揣进怀里 神气活现了扬长而去的时候 医生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 别人偷牛 自己扒装的蠢事了 他冲着钱超的背影 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 跺着脚骂道 真他妈的黑呀 再说这个钱超啊 敲诈了这一笔 外快之后 就觉得江平重病在身 红颜失色 又被别人给强占过 再也没什么价值了 他觉得只要自己有钱 世上的女人是玩不完的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有一天 他把这个江平啊 悄悄的 就给叫进了 一个公园的小树林 一阵清清我我之后 钱超 点燃了一支烟 深深的吸了一口说 这样吧 我呀 先给你一些钱 你呢 买一张卧铺 先回老家 休息一段时间 再好好看看病 等条理好了 你再回来 天真的江平望着钱超 拿出的 这烫手的 一千五百元钱 不知道是感激 还是害怕 茫然不知所措 既然钱超 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不服从 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呀 这是他在北京 唯一的靠山 得罪了他 今后又怎么办呢 清帅而糊涂的江平 就这样 不明不白的 被逐出了 钱超的家门 卸掉江平这个包袱的当天晚上 钱超呢 又偷偷的 把快要分娩的小陈 叫到自己的卧室 假惺惺的 给他扶着坐下 温情柔气的说 哎呀 前几个月呀 市场疲软 生意呢 不大好做 忙着渡难关了 美顾上好好照顾你 其实啊 我真的爱你呀 说着 他抱起小陈 狂闻起来 小陈的心呢 一下子 被这热辣辣的语言 给打动了 多少天了 他没听到过 钱超这肺腑之言了 他恨过他 谁能想到 多少恩怨 竟然被这短短的一席话 哎 给吹干了 一阵纵情的想好之后 钱超抬起疲惫的脸 忧心忡忡的说 如今呢 北京对这个计划声誉 抓得很紧 这不 昨晚放到电视里 还在抓什么超声游击队 你呢 要是没有计划生育指标 到医院去生孩子 他们就会把你用麻药给弄昏 然后再用机器伸进里面 把孩子搅成肉泥 钱超装出这个苦苦思索的样子 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才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 这样吧 我给你一笔钱 今天晚上呢 就送你回老家 等这孩子生下之后呢 我每个月呀 给你们寄生活费200块钱 这个孩子长大一点 我再接你两俩回来 到时候 你仍然是咱们店里的二掌柜 说完呢 他打开密码箱 伸手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千块钱 哎呀 女人呢 就被钱驱动着 从命了 钱超以钱为魔杖 在短短三天时间内 打发走了 早已玩腻了的 两个可怜可悲的姑娘 他兴奋极了 更加信奉 有钱能使 回推魔 这句话 不愧是金钱世界的真理名言 当然了 这钱超啊 那是永远不会甘于寂寞的 他认定 金钱和美女 已经是他不可缺少的两千东西 稍稍休息了两天之后 他又像头两次一样 驾轻就熟的 来到了人口劳务市场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他对里面的航行 已经十分娴熟了 只用两天时间 他便物色到了两个 更年轻 更美貌 同时也更幼稚的 外地的女孩 严新和李静 这一次呢 钱超似乎 向更衔改章 重新做人了 就在严新 李静进殿的当天 他一反常态 毕恭毕敬的 把早已打入冷宫的小张 给叫来 他指着严新和小静 对小张说 从今天开始啊 咱们呢 重打锣鼓令开章 你呢 还是在殿里指挥 我呢 跑外交 让他们两个 帮你打下手 这回 你放心了吧 一直又因为 这个钱超 风流运势 而耿耿于怀 吵闹不休的小张 突然 被请出山来 他以为丈夫 这是良心发现 回心转意了 可是谁知道啊 好戏 在后面呢 有一天 天刚擦黑 钱超就吩咐 严新和李静 关上店门 他匆匆的 吃了两口饭之后 骑上摩托车 一溜烟的走了 两位女店员 迪悟了一阵后 说是去天坛串门 家里只留下 小张 娘撒了 正在他满腹心酸 心绪纷乱之时 砰砰砰 有人敲门 他听到 这三长一短的扣门声 以为是钱超回来了 急忙上前开门 可是 当瞧见闪身进来的人 他不由得大失一惊啊 来的谁啊 不是别人 是曾经的姑娘江平 小张 没好气的问 你不是被解雇了吗 你还来做什么呢 什么 解雇 老板当初 不是这么说的 他让我回老家治病 治好病就回来 工资照旧 江平 理直气壮的回答 正当两个女人 争得不可开销之际啊 又一个 抱着孩子女人 风尘仆仆的 跨门进来了 小张和江平一看都愣住了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 互相瞅了一阵之后 小张和江平都一口通声的发问说 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找孩子他爸爸 原来 是小陈 回到老家身后 生下孩子 连夜 叫家人 给千钞 拍去了报喜的 加急电报 可是谁知道啊 发出的电报 如泥流入海 小陈 焦急的盼呀盼 一直盼到了五月份 哎 不仅 没有见到 钱钞 寄来的一分钱 连一封 简短的回信都没有 小陈 一气之下抱着儿子 星夜 赶到京城 来找钱钞算账了 再说 这个离开北京的时候 已经怀孕的江平 他的遭遇比小陈 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他给钱钞 连连去信 钱钞 连半个字都不回 仅有的 一千五百块钱 既要做 人工流产 又要治病 也开销的差不多了 便带着 满腹忧愁和哀怨 来到了北京 准备和钱钞 说个明白 小招一看 两个人说的 有鼻子有眼 不留得不信的 顿时气的 蹊跷伤烟 他一把 拽住江平和小陈 气势汹汹的吼道 钱钞 真能办出 这样缺德的事 咱们都不能饶了他 走 咱们一起找他去 小招带着小陈 江平 到钱钞的朋友家打听 那位朋友告诉他 可能在某个旅馆 三个人 马不停蹄的 赶到旅馆的门口 小招一眼 就看到了 钱钞的摩托车 他们在服务台 问清楚了 钱钞 住在302的房间 一起发了风势的 登登登 冲上了三楼 碰的一声 撞开了挂着 请勿打扰牌子的房门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竟是一幅不堪入目的 淫乱的画面 床上 痴条条的一男两女 正在一起 小张三个人不约而同的 惊叫了一声 如果说在这之前 他们对钱钞 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话 那么 此时此刻 当他们看到这人世间 丑恶肮脏的一幕的时候 已经彻底的清醒了 愤怒了 他们看清楚了 一个被金钱腐蚀的 发霉的灵魂 看清楚了一个 丑陋 残忍的 色情狂的真面目 这个衣冠楚楚 一致千金的流氓大亨 正在以散发着 铜臭气的金钱为诱饵 猎捕着吞噬着 一个个天真单纯 追求享乐的少女 噩梦醒来 是早晨 三个清醒的女人 并肩携手 毅然走进了司法机关 一三双 纤细而颤抖的手 递上了一份 捍卫自身 合法权益的诉状 钱钞 这个自以为 金钱万能的 拜金狂 终于落入了法网 他的丑恶的淫乱史 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呢 这并不是喜剧的结局呀 它使我们 从钱钞作案的 全过程当中 品味到了一种苦涩的味道 为什么呢 我们有理由 规劝那些天真 而又善良的姑娘们 请自重自爱一些 不要为了金钱 而丢弃宝贵的人格 当然 我们更有理由奉劝那些 胡作非为的大亨们 不要以为有钱 就可以自以妄为 我们国家的朗朗乾坤 绝不容忍疯狂和淫乱 国家保护那些勤劳致富 遵纪守法的个体劳动者 而对那些 以身 释法的大亨们 法律之鉴 是无形的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 湖北恩师 歌手遇害案 2010年10月26号下午 湖北恩师 咸丰县警方 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报案的这人呢 叫梁子军 他报案什么事呢 说自己家里边被偷了 妻子也失踪了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也就立刻赶到了 报案人所在的位置 梁子军家呀 住在咸丰县沿河路 原纪委家属宿舍楼 一栋二单元三楼 梁子军见到民警之后说 自己呢 前一天去恩师市市里看病 刚回家 就发现家里边被偷了 妻子也不见了 这才报了警 警方刚一开始啊 以为这就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案 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清点一些丢失的物品 看看能不能找到小偷的蛛丝马迹 到现场这么一看 这是一套三居式的民房 客厅里边啊 电视和电灯都是开着的 地板上沙发上都很干净 一点也不乱 整个屋子都挺干净 唯独主卧 那是遍地狼藉啊 梳妆台 床头柜的抽天都开着呢 似乎是被人翻动过 警方呢 就随手拉开了主卧里边的那大衣柜的门 这时候突然就发现这衣柜里有一具女性尸体 赶紧叫梁子军过来辨认一下 梁子军一看 哎呀 这就是我的妻子张淑妮 事态发展太迅速了 原本呢 以为这就是普通的盗窃案 结果这一下子成了命案了呀 出警的是派出所民警 现在已经解决不了了 立刻打电话请刑警队的人过来 梁子军呢 发现妻子尸体之后 抱着自己的妻子是失声痛哭 法医过来之后 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的鉴定 死者张淑妮的死亡时间 是在25号晚上9点50分到10点半之间 死因呢 是先被人打晕 然后勒脖子窒息而死 根据现场来看 这似乎是入室盗窃而引发的杀人案件 很可能是这小偷 趁着张淑妮睡觉的时候 混进家里边了 结果呢 把张淑妮吵醒了 被张淑妮发现之后 决定杀人灭口 从逻辑上来说 这很通顺对吧 但是警方经过现场勘察之后 把这个观点就彻底否掉了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案 那警方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首先啊 从作案时间上来说 但凡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都知道 小偷的作案时间 一般是白天或者是凌晨 白天呢 因为家里人都上班去了 没人 针对的呀 是这些上班族 而凌晨呢 大家都睡着了 呼呼的打着呼噜呢呀 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 而这起案件 案发时间 是晚上九点多 十点来钟 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人还没睡觉呢 正精神着呢 家里边人是最齐全的时候 小偷怎么可能选择 这个时间作案呢 其次 小偷入室盗窃 大部分就是为了财物啊 他就是为了要钱呢 在被发现之后 往往啊 都是第一时间逃跑 可是在这起案子里面 死者化妆台里边 有被翻出来的手势 但没被带走 死者手提包里的钱包 现金明显被翻动过 但也没被带走 那手势和现金 是最理想的盗窃的财物啊 这就说明 这犯罪嫌疑人 不是为财而来 第三 警方在客厅地板中 发现了经过整理之后的痕迹 说明最初 案发现场不是卧室 而是在客厅 如果小偷入室之后激情杀人 把人杀了 那第一时间肯定是着急忙慌的逃跑啊 他哪有那闲工夫去伪装现场啊 最后小偷作案最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进入到室内 经验丰富的小偷 经验丰富的小偷往往是从窗户爬进去 当然也有开锁厉害的 从门那进去 不过 你开锁技术再厉害那锁一定会留下撬动痕迹 但张淑妮家的门窗都没有撬动痕迹 窗外也没有攀爬过的痕迹 那总不能是交了一个闪现闪进去的吧 这就说明 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敲门之后 女主人张淑妮给开了门 犯罪嫌疑人才进入到室内 案发时客厅的电脑也还开着呢 电脑的播放器里显示出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 但是是暂停状态 这就更加印证了 是有人敲了门之后 张淑妮把电视剧暂停了 这才去开的门 综合分析之下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死者张淑妮的熟人 而法医进一步尸检之后认定 张淑妮是被人从后方用盾气击打后脑 然后勒住颈部 如果不是熟人 怎么会出现在张淑妮的后方呢 至此能够确认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案件定性了 警方不敢大意啊 立刻展开侦查 命案逼迫 可是再一次勘察现场的时候 警方发现这凶手啊 是有备而来 在案发现场 甭管是被拉开的抽屉 还是被翻动过的衣柜都没找到凶手的指纹 开了案情分析会之后 大伙一致认为这凶手作案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 虽然现场打扫得很干净 但是细心的侦察员还是在客厅靠近沙发的一个角落里面 发现了这犯罪嫌疑人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 是一枚鞋印 准确来说不是一枚鞋印 是半枚鞋印 36码的女鞋留下来的 这让警方更疑惑了呀 难道凶手不是男的 是个女的 穿着36码的鞋 那么她的个子也不会特别高啊 可是从作案手法上来说 又从背后拿钝器击打后脑 又勒紧窒息而死 这种手法不像是单独一名女子就能完成的 为了找到这鞋印的主人 咸丰县公安局特地从湖北省公安厅请来了足迹鉴定专家 专家这一键定 嘿 这鞋印呢 也非同小可 这是一枚被伪装过的鞋印 为什么说这是被伪装过的 因为啊 留在地面上的鞋印 前掌部位 前肩部位和后跟部位压得都很实 而脚弓的部位却是空的 这就说明凶手的脚远远比鞋要大 专家通过技术手段科学计算之后 分析出凶手至少穿四十码以上的鞋 身高至少在一米七左右 四十码的大脚丫子穿着三十六码的鞋 也确实够为难的 警方呢 这就初步勾勒出了凶手的一些信息 可是凭借这些信息就锁定真凶 那是痴人说梦啊 身高一米七 穿四十码以上鞋的人 你接上找去呗 一抓一大把呀 除此之外啊 警方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 这凶手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警方呢 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凶手是怎么进入小区的呢 张淑妮居住的小区啊 是个老旧小区 只有一个进出口 四周围呢 都是挺高的围墙 根本翻不进来 警方对全小区的人员进行了梳理 也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办案人员又到了监控室 跟保安的了解情况 这才了解到 小区的监控啊 有一个盲区 只有一米左右的宽度 如果凶手没有露面 那么很可能是从这一米左右的这个范围之内经过的 初步判断是熟人作案 凶手又是男性 对死者居住的小区又无比的熟悉 哎呀 到底犯罪嫌疑人是谁 警方决定从张淑妮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 可是这一查 警方又感觉为难了 如果张淑妮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 那么社会关系一般都比较简单 但是张淑妮不一样 28岁 是恩师当地小有名气的歌手多次在歌唱比赛中获过奖 张淑妮的母亲呢 还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土家族刺绣专家 家里边开着一个规模挺大的土家刺绣厂 张淑妮平时呢 在母亲的厂子里边做刺绣 有演出的时候就出去唱歌去 可以说生活很幸福很稳定 不过这幸福也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说 家庭状况是挺好 但是啊 婚姻状况不是特别好 他之前呢 有过一段婚姻 那段婚姻挺不幸的 离婚之后 09年 又跟这一任丈夫梁子军结了婚 他跟梁子军呢 这算得上是闪婚 当时大家挺不看好这桩婚姻的 张淑妮虽然结过 一回婚 但是只有28岁 家庭条件又好 梁子军呢 比张淑妮大得多 已经40岁了 工作单位很一般 就在一家单位当一名司机 一个月收入满打满算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梁子军各方面都比不上张淑妮 但张淑妮呀 就是认定了梁子军温柔体贴会照顾人 张淑妮呢 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他呀 就希望自己的男人 怎样都行 只要稳重 可靠踏实 就可以 为此 张淑妮和梁子军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坚持和梁子军结婚了 当时张淑妮的母亲呢 是百般反对 百般阻拦 但女儿铁了心了 为人父母的又怎么办呢 也只好同意了 操办了一场 还挺隆重的婚礼 据张淑妮的母亲反映 虽然女儿啊 曾经参加过几次歌唱比赛 也有一些演出活动 但在社会上 没有结识过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更没有仇人 警方前面已经否定了 劫财杀人的可能性 没有仇人 也就基本能排除仇杀的可能性 财杀仇杀 剩下可就是情杀了呀 为此警方特地调查了张淑妮的前夫邓某 与现在的丈夫梁子军 咱们先来说邓某啊 张淑妮呢 虽然跟邓某离了婚了 但是离婚之后啊 俩人之间还是有一些纠葛 就在案发前几天 这邓某还到张淑妮的父母家里边闹过呢 张淑妮啊 甚至因为邓某这事 拒绝再次登台唱歌了 之前呢 本来张淑妮就是歌手 一向喜欢唱歌 可想而知 俩人之间的这矛盾到底有多深 难道说 张淑妮和邓某之间 是因为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 这才导致邓某痛下杀手吗 似乎这事儿他也能说通了 警方呢立刻找到邓某 发现这邓某啊 还挺符合专家根据协映刻画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这么一来一切都能说清楚了呀 邓某到张淑妮家敲门 那张淑妮自然会开门啊 于是就有条件进行作案呢 但这只能证明邓某有作案动机 有作案条件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呢 警方通过深入调查 发现邓某啊 并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协印经过比对 也跟现场留下的不一致 因此邓某的作案嫌疑被排除掉了 相对于邓某来说 似乎现任丈夫梁子军也有作案嫌疑 更有作案嫌疑啊 因为梁子军在案发前 曾经给张淑妮购买过巨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一名民警在和张淑妮的母亲 进行了解情况的时候 无意中得到了这么一个线索 张淑妮的母亲说 前几天有一家保险公司还上门找过我 说淑妮生前呢 购买过一份32万保额的人身意外险 需要核对一下投保人签名 是不是张淑妮本人 我看了看 这保单上的字啊 不是淑妮的字迹 这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并且警方立刻找到梁子军进行核对 问他你是不是给张淑妮购买保险了 梁子军倒很淡定 是啊 我买了 我有一个同学在保险公司工作 经常向我推销保险 碍于情面 我呀 这才给淑妮买了保险 警方呢 又找到了这位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同学 这同学说 梁子军确实有给家人买保险的习惯 这同学呀 也认为梁子军确实帮了他不少的忙 本来这种说法无可厚非 对吧 可是警方在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调查之后 发现蹊跷之处了 梁子军可不是花个三百五百的买保险 而是花了八万块钱 给他的妻子张淑妮买了三份人身意外险 咱们很多听友里面也买人身意外险的 一般买一份就得了呗 买那么多干嘛呀 这明显有问题呀 再者说了 你得跟收入相匹配呀 梁子军收入并不高 一个月就两三千 一次性拿出八万购买保险 两年半的工资啊 显然不符合他所说的 为了帮同学完成推销保险的任务 其次 哪怕是购买保险 他不是这么买的呀 一般家庭买保险的时候 会买人身意外险 当然除了人身意外险之外 更常用到的那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哪有把所有的钱全砸进人身意外险的呀 违背常理呀 最后 梁子军给张淑妮购买巨额意外险 张淑妮根本不知道这事 而保险的受益人 也不是通常情况之下的 法定受益人 而是指定受益人 梁子军 也就是说 张淑妮 人身发生意外 在离世之后 梁子军是唯一获益的人 这自然而然让警方猜想到了 梁子军为了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取 巨额保费 为此将妻子杀害 杀其骗保 但是 调查的时候 梁子军却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梁子军报案的时候所供述的 案发当天 他正好去距离一百多公里之外的 恩师市区看病 没有在家 为了证实梁子军是不是撒谎 警方特地赶到恩师 查询了梁子军在案发当天的行动轨迹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情况确实如他所说 案发时 梁子军正在恩师 警方提取到了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晚上七点零二分左右 梁子军出现在恩师的一个路口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 梁子军在旅馆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回到房间第二天早上这才退房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能证明 梁子军当天晚上并没有离开旅馆 那如果不是梁子军 凶手还能是谁 如果凶手就是梁子军 那梁子军的不在场证明又该做何解释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提取到了监控录像 显示梁子军在当天晚上九点左右 在恩师州市区一个旅馆办了入住 酒店工作人员也能证明梁子军当天晚上并没有离开旅馆 咸丰县虽然是狭属于恩师 但是从咸丰县到市区里边隔着一百公里这么远开车也得一个多钟头 一来一回最起码得需要三个小时 而法医鉴定的张书尼的死亡时间是晚上十点左右 这个时间段梁子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回来 梁子军现在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难道说这张书尼的死真的跟梁子军没有关系吗 办案民警啊感到很奇怪 2010年的时候 各个城市是有监控摄像头了 但不跟现在似的大街小巷走几步就有一个 而梁子军恰到好处的 在那些摄像头那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像记录 明显是有点刻意了啊 这就让警方联想到 有没有可能梁子军身处恩师 在咸丰县却故凶杀人呢 如果梁子军没出现在案发现场 雇佣别人去杀人 完全也能避开小区门口监控 张书尼也能够给这凶手主动开门 诶 张书尼主动开门 那是不是说明张书尼还认识这个人呢 梁子军也认识 张书尼也认识 会是谁呢 民警突然想起来 张书尼和梁子军09年刚结婚 如果双方都认识 那么肯定会参加他们的婚礼 得了吧 找吧 民警啊 从他们家抽屉里 找到了他们结婚时候的 那份子前的那个登记本啊 也叫人情本 这人情本呢 就是记载亲朋好友随理的情况的 等于是账本是需要妥善保管的 这样呢 下回有什么人情往来的事啊 哎 就能够根据这账本上适当的还礼 人家当时给咱上五百 咱给人还五百 民警呢 翻阅了一下这账本 发现这账本上有一页 被撕去了一个角 好几个人的名字都不见了 这又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这账本是挺重要的东西 一般放那也就没人动它了 材质呢 一般也很厚 对吧 照理说张淑妮和梁子军也没孩子 不可能是小孩调皮导弹撕去一脚 那么谁撕的呢 警方就认为 是梁子军故意撕去的 为的是把真正凶手的名字撕掉 被撕掉的那个角啊 大概有五六个人的名字 警方为了找到这几个名字 从张淑妮父母那 找到了当时婚礼邀请的名单 再跟这账本进行比对 确定一共少了六个人 对六个人展开调查的时候 发现其中五个人都没做案时间 只有一个人 没有不在场证明 他是有作案时间的 这个人叫卢虎山 警方问梁子军 你认识卢虎山吗 梁子军说不认识 警方呢 又找到张淑妮的家人 就问这卢虎山 是不是女方的亲友 张淑妮的父母左思又想 我们不认识这么个人呢 那都不认识 总不能这人平白无故的自己去随份子去了吧 那钱多的没出花去了 警方呢 就又通过户籍系统查询 没找到卢虎山这个名字 经验丰富的民警当时就意识到 卢虎山很可能是假名字 假名字这可就没法查了呀 让咱是没法查了 但是民警有的是办法 警方呢 通过同音字查询 发现咸丰县呢 有一个人叫陆富山 这和卢虎山 读音很像 并且在江西方眼里面 虎和富那也是不分的 警方抱着一线希望吧 对这个人进行走访调查 这人呢 是当地官坝村一个村民 平时游手好闲的 也没有正经工作 有时候在景点啊 表演杂耍 会耍飞刀 这陆富山呢 跟梁子军是老朋友 俩人关系挺好 体态 特征 年龄 都符合当时对嫌疑人的刻画 警方据此传唤陆富山 并且对他的谐印 与案发现场的那半枚女鞋印 进行比对 结果可以做同一认定 现在这已经是铁证如山了 但陆富山还是不配合 不交代犯罪事实 不停的问警方 你们凭什么抓我 警方通过现场留下的证据 对陆富山展开心理攻势 一件一件证据往外 这么一放 陆富山最终啊 认了怂了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供出了他的杀人事实 他说 不是我要杀 是梁子军指使我杀的 原来啊 陆富山跟梁子军 之前在一家餐馆一起工作过 平时关系不错 有些往来 梁子军年过四十 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开车的工作 但工资一个月只有两三千 羡慕有钱人的生活 幻想着一夜暴富 可是我没本是没能的 我怎么挣钱呢 就想通过杀妻骗宝的方式 获取巨款 在和张淑妮结婚之后 梁子军迫不及待的 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八万块钱 偷偷的给张淑妮买了三份总保额 高达一百零七万的保单 受益人都是他自己 他就想着用八万 换一百零七万 这买卖干得过呀 为了杀死妻子 他就想起来了找陆富山 让陆富山来干 并且承诺完事以后 给他十万块钱的酬金 在此之后 梁子军要求陆富山三次 对张淑妮动手 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得手 这可把梁子军气坏了 眼瞅着有一份保单就快过期了呀 你这家伙再不完成这事 我那钱不白花了吗 梁子军最终精心策划了这场杀气案 他告诉陆富山 10月25号那天 他会以道恩师治病的名义离开咸丰县 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为了让陆富山顺利进入小区 他呢就给他指出来了 小区监控的盲区在哪 你该怎么怎么走 张淑妮为什么会给陆富山开门 他之前并不认识陆富山呢 是因为梁子军出发之前对张淑妮说过 晚上会有朋友到家拿银行卡 这才打消了张淑妮的戒备心理 从而让陆富山敲开了家门 梁子军事先把银行卡放到沙发垫子下边 等陆富山进入到室内 张淑妮为了拿卡那得低下头啊 这就是给陆富山动手的机会 趁机用铁锤把张淑妮打晕 然后勒死扔进衣柜 犯罪完成之后 陆富山又制造了盗窃杀人案的现场 这才逃离现场 为了避免被发现 作案的时候特意穿着女性的鞋 所以留下了那一枚三十六码的很奇怪的鞋印 这是机关算尽呢 但是啊你这哪骗得过警察呀 陆富山交代完之后 警方立刻将梁子军逮捕归案 梁子军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根据陆富山交代说 他呀在进入到张淑妮家的时候 沙发上还放着张淑妮给林子军亲手绣的布鞋 梁子军也承认张淑妮对他是真的好 是真的爱他 可怜的张淑妮临死都不知道要害死他的 正是他深爱着的丈夫 梁子军为了骗取巨额保费 不惜杀害妻子 尽管机关算尽 但是依然没能逃脱警方抓捕 2011年9月23号 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梁子军反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陆富山反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缓期三年执行